圣诚心成义 亲自为上主 尊行他道路的人 真是有福 你是双手勤劳的我实 你必有福 万事恳不通 因父及子及僧僧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从 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我们庆祝圣若瑟劳工节 若瑟他也是劳工的主宝 在工作的人 那刚好我们今天也是劳动节 那我们也为这些辛苦工作的 那我们说他们辛苦工作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为了他们自己谋生 但是我们可以说 他们也是服务我们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也一方面感恩感谢他们 另一方面我们也继续 我们也为他们祈祷 他们在工作的也能够 最安全 因为有一些的工作是真的是比较危险的 最安全 天主也照顾他们 降福他们 也祈求圣若瑟继续陪伴 带领他们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圣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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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万有的创造者 你制定了人类必须劳动的不变原则 求你使我们在老公 从模范圣若瑟的照顾下 能完成你赋予我们的使命 以获得你所预许的报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 上主求你 公读创世纪 天主说 让我们按我们的肖像 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吧 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的各种牲畜 野兽和爬虫 天主就按自己的肖像 造了人 就是照他的模样造了人 造了他们 有男有女 天主降福他们说 你们要生育繁衍 充满大地 治理大地 并管辖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所有的动物 天主又说 遍地 所有结种子的蔬菜 结果子的各种果树 我都赐给你们作为食物 至于天空中的各种飞鸟 地上的各种野兽 以及有生命的各种爬行的动物 我把青草给他们作为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天主看着自己所造的一切都很好 过了晚上 过了晚上 到了早晨 这是第六天 这样天地和其间的一切点缀 都已完成 到了第七天 天主创造万物的工程 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天 停工休息 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 天主降福了第七天 定为圣日 因为这一天 天主停止了 他所做的一切创造工程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上主群山尚未诞生 宇宙尚未出现 你就是无始无终的天主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你命世人归于归土 说归来吧 亚当的子女 因为一千年在你眼前 就好像刚过去的昨天 又像夜里的一经时间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求你教我们数算自己的年岁 使我们学得内心的智慧 上主求你回顾 上代何时 求你快来连续你的福意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使我们清晨就保详你的慈爱 欢欣鼓舞天天愉快 使你的仆人得见你的工业 向他们的子孙彰显你的荣耀 上主促使我们的工作顺利成功 阿里得主持人 阿里有归于해� 阿里有归于 exihi 阿里有归于 Egypt 阿里有归于ил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我们的天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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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惊讶说 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智慧和奇能呢? 他不是牧匠的儿子吗?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弟兄不是雅各、苏瑟、西满和尤达吗? 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那么他的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本乡本家之外 没有不受人尽敬的 因为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不信 他在那里就没有多行奇迹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部平安 我想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西楼的儿子 爸爸踢足球 他的儿子在玩球 玩足球 他也 现在好像是慢慢的也要加入了 那个球 足球队 菲律宾的总统 Marcos 已经过世了 但是他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玩总统 现在就总统了 我们台湾的有一些的政治家 那孩子们也在玩政治 到最后现在就变成市长 变成离法医院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 但是我有舅舅 舅舅是神父 所以我每天玩的弥撒 我现在就做神父了 那在乡下 小孩子 他们就看爸爸做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所以耶稣 我们可以想象 耶稣 他小的时候 他在玩什么呢 爸爸 是木匠 像耶稣 玩木头 耶稣 应该是玩木头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 耶稣从小的时候 他同年到十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应该是跟爸爸在一起 爸爸在那边做这些的家具 他玩木头 但是耶稣可以工作的 因为我们说耶稣 大概三十三到三十五岁左右 他最后的三年 我们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公开生活到最后的死亡 前面的有三十年的生活 那这三十年 我们可以再分十五年 同年他在玩木头 但是在另外一个十五年 他做什么 他应该有一个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是什么 学习 他小的时候玩木头 学习爸爸做事的 他也是一个木匠 他也是木匠 所以耶稣用他的双手 用他的双手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每天 用我们双手来工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想 耶稣他也做了 我现在所做的 那耶稣他工作 天主也是在工作 天主也是在工作 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了 第一天天主做了什么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七天 我们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 天主就休息了 这个是安息日 天主休息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问 天主真的有休息过吗 如果天主有一秒钟休息不工作 我们整个的宇宙可能是大混乱 大混乱 所以犹太人 他们也看见了 在安息日 天主也应该继续工作 有人死 有人生 天主有神方人 天主也赐给人生命 天主没有休息 天主在工作 所以这个工作呢 是可以说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 天主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神圣的使命 他创造了亚当跟沙瓦跟阿瓦的时候 他给他们一个使命 你们管理还有治理 你们管理还有治理 我所创造的这些受灶物 要管理也要治理 这个就是一个使命 他们有工作的一个使命 所以我们每天在工作 是我们参与天主的创造的工作 除了参加天主创造的工作 天主也是另外一个 他也救赎人类 人腐败 天主派遣耶稣基督来救赎人类 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 我们参与天主救人的工程 所以我们每天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大使命 大使命 两个 一个我们参与天主创造的工作 第二 我们参加天主救人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今天庆祝 圣罗瑟的老公节 也在庆祝老冬节 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 刚才我们就看到的 工作的意义 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使命 所以我们每天在工作 不再抱怨 为什么今天在工作 明天还是要工作 我们参与一个神圣的使命 参与天主创造 参与天主救赎的工作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祈祷 祈祷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结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关注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效应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赐奉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恶极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地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神与法会是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倾注于我们 及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去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足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应得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 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承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圣母亲为神若瑟 神问真见如天使 天使 呼之神若瑟quare 千天使 愿造出山人宽荣 一生造作人家长 圣母耶稣为明星 大圣若瑟为我登庆 大圣若瑟为我登庆 大圣若瑟ek 大圣若瑟